习近平当局发起第二轮针对中国政法系统大清洗以来 各级别的政法户密集被查 10月27号中共远福建省公安厅两名厅官被提起公诉 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清洗政法系统 除了要把刀把子从江曾派系手中抢夺回来之外 还另有用意 综合媒体报导 福建省公安厅原一级巡视员张立杰因涉嫌受贿罪 高利转代罪被提起公诉 而同天同地被起诉的还有中共福建省公安厅的 治安管理总队原总队长副厅级的陈小斌 罪名是涉嫌受贿罪 张立杰跟陈小斌在福建省公安厅共事八年 今年4月5号两个人相继落马 而这仅是当前政法系统大清洗的一个缩影 此前10月13号还有4名中共政法系统的官员 被逮捕双开以及调查 此外今年年初以来 习近平归广东省政法系统进行一系列的清洗 不到一年的时间 广东省已经有超过50名厅局及以上的官员被查 而几乎同一时间 习近平派系的人马 原公安部特勤局副局长王志忠空降广东省 担任公安厅厅长 而原厅长李春生卸任 李春生是习近平政敌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人士 外界普遍认为 这轮大清洗或许跟政法系统不断传出要刺杀习近平的阴谋有关 已经落马的孙力军傅政华王力科 军被传出涉入其中 并且借机把刀靶子从江曾派系的手中抢夺回来 此为香港警邻广东省的深圳市 中共主管港澳地区的前政治局常委张德江 是习近平抵派政敌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重要成员 此前落马的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同样是曾庆红代理人 升向香港的一职触手 孙力军任职公安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期间 一些香港警戒人士都被邀请去中国大陆接受培训 这些人士回来工作之后又跟孙力军有所交接 匿名消息人士指出 广东政法系统在一定程度上面影响着香港 而习近平当局消除孙力军影响力的行为 也让香港的政界人士感到不安 美国CNN今天刊登庄访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报导 只是蔡英文亏危两年之后再度接受外媒采访 蔡英文表示他有信心 如果中国武力侵犯台湾的时候 华盛顿将会向台湾伸出援手 而尽管北京当局威胁日语俱增 但是他依旧愿意跟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话 CNN指出台湾跟中国当前的关系 是近十几年以来的最低点 中国派出破纪录的军机架次倾倒台湾 而官员跟官媒则不断应用语言来威胁台湾 中国加强对台湾的压力跟美国是有关的 美国前总统川普跟现任总统拜登强化台美关系 均受案件跟美国官员访台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同时也激怒中国 蔡英文在专访之中坦承 台湾岛上的威胁来自这位为日俱增的邻居 但是即便如此 蔡英文相信两国政府虽然体制不同 但是依旧可以和平共存 他认为双方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彼此之间的分歧 并且尝试达成让两岸可以和平共存的安排 他还说这是两岸人民乃至区域民众的期待 对于如何应对中国 蔡英文表示 当专制政权表现出扩张主义的倾向时 民主国家应该一同起身对抗 而台湾就在前线 他呼吁民主的盟国之间 包含日本、韩国跟澳洲 应该一同支持台湾 除了在外交层面上面抗中之外 在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 他也表示重要目标是加速台湾军队现代化 提升保卫台湾的能力 蔡英文除了向CNN指出捍卫台湾民主的重要性 他也成为数十年以来首位承认美军在台训练的台湾总统 在CNN的独家采访之中 蔡英文不愿透露台湾境内究竟有多少美军 他仅表示没有人们所想象的这么多 当被问及是否有信心 美国有必要时将协助台湾抵抗中国 蔡英文回答说 我确实有信心 不过对于蔡英文在采访之中 证实有美军在台湾训练的事情 有台湾媒体将之翻译为美军驻台 一些台湾立委也就美军驻台的事情 咨询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 邱国正今天在立法会被寻的时候表示 台湾军方跟美国方面展开交流 其中会有几个人从美国赴台 跟台湾军方做合同训练 他强调台美军事交流跟进驻是不一样的 此外邱国正也认为台湾军队最重要的还是强化自己 不能完全指望美军 至于外传美国在台协会会加派陆战队的事情 邱国正表示 台美之间曾经就相关议题进行讨论 但是并没有付诸行动 最起码到目前为止 他不知道有相关行动 而蔡英文的专访也引起中国关注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已公开玩获来做标题报导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再度批评台美近期 加紧勾结挑衅的背后 包藏的是以台制华的获心 打的是以美谋独的算盘 国台办强调无论他们怎么勾结 折腾都是徒劳无功的 亚洲最大的工业旅研发制造企业中望集团 在15号公告旗下公司辽宁中望精致旅乐 辽宁中望集团出现严重经营困难 经过多次努力之后 依旧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当权问题 同时还宣告三名独立董事全部请辞 而掌握中望集团实权的亚洲旅王刘中田 因为涉及美国18亿美金逃税案件 可能将面对465年的刑期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中望是全球第二大亚洲最大的工业率 挤压产品制造业者 2009年5月在港交所上市 发行价每股7港币 募资13亿美元 成为当时融资规模最大的IPO 刘中田以240亿港币的身家 一举成为当年的新首富 2014年到2017年 刘中田连续被福布斯跟胡润 评为辽宁首富以及东北首富 身家一度接近300亿港币 如今刘中田遭到美国起诉 检方指控刘中田跟其相关的6家企业 向美国走私大量履财 淘肉18亿美元的反请消碎 遭到诈欺罪名成立 如果其他遭到指控的24项罪名都成立的话 刘中田将面对最高465年的刑期 今年8月30号到现在 中国中旺港股股票一直处在停牌的状态 并且迟迟没有披露2021年的半年报 停牌前最新市值91.55亿港币 较2019年7月高点蒸发将近300亿港币 分析指出现代中国企业的破产 首要原因基本上都是资产跟债务出现问题 首先是流动性资产的问题 2020年中国中旺集团应收的账款 以及应收的票据为199.4亿元 相比2019年的121.3亿元大幅增加 此外还有200亿元的其他应收很丧 也就是说东西卖出去了 但是很多都是收账 钱要不回来 流动资金出现问题 其次是流动性负债的问题 年报显示 在合约负债跟租赁负债减少的同时 银行跟其他贷款的金额却开始暴涨至251.5亿元 2020年中国中旺的总资产超过1200亿元 但是现金跟现金流等相关物价只有3.63亿元 2019年这个数据是9.16亿元 而2018年则高达150亿元 三年之内账面现金急剧减少差距巨大 在印中边境谈判新路僵局之际 印度宣布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5地对地洲际导弹飞弹 飞弹射程可以复集中国大部分的重要城市 纵横媒体报导 印度国防部发声明表示 在印度时间27号晚间7点50分 印度国防部在奥里萨邦沿海的惠勒岛 成功试射烈火5洲际弹道飞弹 烈火5使用三节固定燃料火箭推进 射程可以达到5000公里 而且维持极高的精准度 印度国防部表示 本次试射有助于印度取得最低可靠含阻能力 而且承诺在遭遇到敌对威胁的时候 不会率先使用 今天试射的是在印中边境谈判新路僵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通过陆地国界法之后进行 印度当地媒体强调 这次试射是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的强烈讯号 被广大的民众认为是针对中国的战略飞弹 因为射程可以涵盖多数中国的重要城市 中国人大本月23号通过陆地国界法 表明自明年1月1号起开始生效 内容提及中国可以依法采取有效举措 加奖边防建设 改善边境基础设施跟生产生活条件 该法案引起印度关注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表示 陆界法有可能对印中两国现在在边界事务管理上面的安排造成影响 巴格奇强调不管是中印边界的问题 还是对维护中印边界实际控制县地区的和平跟安宁 中国这样子单方面的举动 不会使得双方先前达成的安排产生影响 印度方面也希望中国避免用相关的法律做借口采取行动 以免单方面改变中印边境地区的局面 中国正面临能源危机 因为供应问题导致煤价短时间之内狂飙 知情人士表示 当局正在考虑对价格实行新的限制 这也导致中国动力煤28号延续跌势 同时中国也扩大进口煤炭 但是不是向澳洲进口 而是转向俄罗斯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 中国九月向俄罗斯进口的煤炭量 为去年同期的三倍之高 综合媒体报导 知情人士27号表示 中国发改委计划将最受欢迎的 5500NAR级煤炭价格定为每顿440人民币 知情人士表示 价格上限预定为528人民币 消息传出之后 郑州商品交易所动力煤 今天再度跌停 重衰至每顿1033.8人民币 创下9月下行以来最低盘中价格 而从19号创下历史新高以来 煤炭提供价格已经跌幅超过40% 同时中国地方政府正试图平衡用电需求 以及减排努力 但是从9月份以来 各地工厂线列的消息越来越多 2021年中国从印尼、俄罗斯、美国等国家 加强煤炭进口 2021年1到9月 中国累计进口煤炭2.3亿亿吨 年减3.6% 但是9月份中国进口煤炭为3288万吨 年增达到76.1% 根据海关数据显示 大部分煤炭进口来自俄罗斯跟印尼 而不是澳洲 此外中国9月同样大举进口美国煤炭 自2021年以来美国跟加拿大对中国煤炭的出口分跌大幅度增加870.06% 以及92% 这让中国进口煤炭市场开始出现美国、印尼、俄罗斯、三胸增强的局面 而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优质的澳洲煤炭是中国进口煤炭的主力 2019年1月到8月 澳洲煤炭占据中国进口煤炭比重达到60% 印尼跟俄罗斯各占据18%而已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表示 随着煤炭产量逐变回升 中国重点电厂已经连续20天供煤量大于耗煤量 因此冬季保供的状况目前正在逐渐乐观 截至10月24号 中国全国电厂纯煤量已经达到9569.000吨 比9月份的时候增加了1700万吨 可用天数也超过17天 远远超过7天警戒线